我和我的妻子希望在此 谢谢你们两年来的陪伴 安慰 支持 祷告 无论是实质的帮助 与情绪上的扶持 我们以及家人都永远铭记在心 心中感谢难以用言语表达 我的女儿这么好 是很优秀的孩子 我从来都不必担心她 现在她不在了 每红母亲节过年 我就想到女儿 在痛苦中思念她 尊敬的牧师 她考的是理科班 但是她的语文竟然录取 高考录取学生中最高的文 这就是我的女儿做主义父亲 想到我的女儿心中思念 与哀痛是难以描述的 希望的心活下去 我们现在最大的心愿 仍是找到云云 把她带回家 过去的两年 我们有上帝同在 国安瑞教会 和香兵 尔巴纳以及皮奥里亚的教会 帮助很大 如果没有她们 真不知道如何走这条路 我们也希望大家帮助 光新 从这里来海外念书的孩子 希望孩子也体贴做父母亲的心 不要自己单独出门外 也希望大家都同心关心 同心关心 不要帮助孩子 不要 海外学子 不要在这样的痛苦中 孩子们也安全的是第一 不要让父母亲当心 快开学了 希望出来读书的孩子们 不要让父母当心 您不只是一个女儿 一个未婚妻 一个姐姐 一个留学生 她还是一个中国女孩 同样的 我们不只是代表着自己和盈盈 还代表着一个中国家庭 应该这样结束的 在这件事情中 我相信美国公众和全世界的朋友 不仅仅看到了 盈盈曾经经历的苦难 以及我们失去盈盈的痛苦 也看到中国人的尊严坚韧和善良 我们为盈盈的人格而感到骄傲 我们也为盈盈 为了我们带来的这些改变感到骄傲 有谁能扎开我眼泪 除你意外 有谁能带给我安慰 看到这些哎唇更好 有谁能带给我安慰 灾捡 映 感谢观看